那目前市场上有两股啊 现在的多看多的多头的还是占多数 大部分都集中在老股民 以及摇摆不定的新散户 我以我18年的一个老韭菜 给大家说一个相对确定的一个消息 因为你在这个股市当中投资 你必须要有自己的资金管理的系统 你要有交易系统 你还要有自己的一套选股的系统 因为这个进入这个股票的市场呢 他比较他跟期货市场还不一样 期货的市场很大 但是他分析的他无非就分析一个产品 你做豆泡啊做大豆 做龙文钢啊做铜做铁 你做鸡蛋也好 他对分没有太多的基本面的消息 他靠的是一种盘感 或者更多的是一种技术 或者说是你对当下基本面的一个理解 对未来的一个预期的理解 但是股市不一样 股市也真要是吗 皇宫里面选妃子啊 全球的去选妃子 全球的选妃子 一个国家里面要选出那么十来个最好看的人 何其之难呢 是吧 所以说股票难就难在选股能力 看哭的是谁的那些人啊 现在之前没有上市的 现在还在悄悄偷偷乐的啊 我给大家总结一句话 你们就明白了 未来是涨还是低啊 我是说大事啊 你见过哪个市场啊 在行情相对低位的时候 把你套牢的 还在一直唱哭的脑袋挂都是进屎了的人 有人都说三千点把你套空了 我六千点经历过 五千点经历过啊 六千点套牢你的人 那才是真正的套牢 五千点套牢是套牢 现在不过三千多点 你说是金子 现在还是啊 还是屎坑呢 现在这个自媒体呢 我不敢说我说的很对啊 你就想想我说的这句话吗 哎哎 我我我王院长啊啊啊 我刚吃完药回来了啊 不行啊 还还得再加一种啊 啊啊啊哎好好好 好好行 不还得回去再再吃另外一种药 少吃了一种啊